腾讯体育8月15日起 根据ESPN记者马克JS皮尔斯报道 第二届球员科技峰会 如期举办 多名NBA球员和商业精英来到了现场 今年的球员科技峰会是第二届 它由NBA球员工会组织举办 一年一次球员科技峰会的举办 是为了让运动员能有机会与硅谷科技公司的经营进行沟通 分享彼此圈子中的经验和人脉 从而让球员建立在球场之外的影响力 多名球员来到了球员科技峰会参与主持 安德烈伊哥达拉和杰伦布朗被分在了 开幕部分的从运动员到企业家 前NBA球员拜伦·戴维斯被分在现代运动员之争部分 最后 由凯文·杜兰特发表并幕结束于 前来参加的现役球员还有 埃隆·戈登 希尔文·麦克 凯利·奥利·尼克 前NBA球员就 埃尔顿布兰德 杰·威廉·姆斯 罗杰·梅森 费泽兔斯·埃泽利 威利 格林·穆斯塔巴·沙库尔 金州勇士对前锋安德烈伊哥达拉 不只在球场上取得了成功 他在商业上也颇有研究 伊哥达拉和他的合作伙伴 克莱恩·托马斯在近些年来了一直的参与投资 如今他们二人只有25家初创公司的股份 份额从2.5万到15万美金不等 大部分是在公司刚刚建立的时候就参与了项目投资 伊哥达拉表示 我想要去指导这些运动员们 帮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能量和影响力 我认为 勒布兰·詹姆斯在这一点上做得就很棒 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运动员们应该在科技世界中 买出自己的脚步 我们都在变得越来越富有 我们需要去试一试 无论最终能够成功与否 这对于我们来说都会是一次经历 他会让我们积累经验 伊哥达拉补充道 此说CN的面責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子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不代表腾讯新闻客户端子媒体